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点 私事就是Shadow被其他狗给咬了 不过我没有追究 就是那只咬人狗的责任 整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每个星期会带Shadow去一次 Dog Park 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就碰到了这只渡冰 其实我每次去Dog Park的时候 我都会先观察 有没有哪只狗 是不太对劲的 如果有的话 我会立即带我的狗离开Dog Park 因为狗公园是讲实话 就是什么狗都有 你没有一个参选机制 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带幼犬做社会话 其实我是非常不推荐去狗公园 万一幼犬被咬了一次 那以后事情就非常大 他以后可能会长时间的对狗产生恐惧 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感觉到那边狗有什么问题 一般我进到狗公园之后 我一般都会看着 我不会说让Shadow就随便跑 但这一次是真的 我才刚刚把手机拿起来 回短信 回了可能不知道多久 然后突然就听到Shadow叫起来了 然后我马上把Shadow叫回来 我本来以为只是两只狗打闹 对方狗稍凶了一下 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事 一回来我就发现 Shadow怎么这里都是血 后来一看被咬了 然后我第一件事情是肯定 第一件事情先带Shadow离开的 Dog Park 然后回去跟他的主人说 不过当然我一路上都有在观察 就是说这只狗 我看得出来 他年纪不大 一只母狗 然后Shadow的伤情也不严重 这是真的 就是看起来写好像流很多 但确实是刮破了皮 所以说我没打算去追究 主人和狗的责任 因为毕竟如果真的 report给Animal Control的话 那这只狗一只青年犬 就要留下案底 不太好 所以我就把Shadow先带走 然后回到狗公园 跟他的主人说 好 我安顿完Shadow之后 回去要跟他们的主人讲 然后是一男一女 可能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 我不确定 然后回去 然后我说这是你的肚兵吗 你的狗刚才给我叫狗咬了 然后我给他看照片 然后女生就很惊讶 他说我的狗怎么会咬 然后男生突然间来泪去 没有 就是刚才我看到是你的狗 有攻击性 我还想说什么 就是我的狗被咬了 那我的狗有攻击性 我说这什么道理 这个是让我比较生气的地方 然后我就说你是 专业的训练师吗 你怎么看出来我的狗有攻击性 而且我说如果我家狗有攻击性的话 我的狗起码的当你家狗 至少有20磅 我说我的狗如果有攻击性的话 早咬回去了 你的狗好像还在那边活蹦乱跳 然后男的就被我怼了 没话讲 如果这男的就坚持他的态度的话 他没有闭嘴的话 我真的就是会打电话 给animal control report这个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去狗公园真的要小心 一定要看好你的狗 如果你遇上一只 哪怕你不太懂狗狗的肢体语言什么的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狗 你感觉他有点不太对劲 赶快带走 首先第一点是不希望你的狗狗受伤 再来就是不要让他给吓到了 不过当然这次咬shadow 这只狗 他也确实我看了 我看他的自体语言什么 他确实没有攻击性 可能是真的就是玩high了 一个不小心snap太容易 然后把这个shadow嘴唇上面 这个地方给鼻子旁边这里给咬 咬出血了 不过当然这种事情 他属于意外 所以我也不想追究 但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 shadow在两三岁的时候 也被一只金毛 他们两个玩得太嗨 然后被一只金毛给秤 就可能牙齿秤到他这个地方 当时我都觉得没问题 他们两个玩得好开心 然后结果玩完之后回来 我怎么看到有血 不过还好都没事 好 借由shadow被咬的这件事情 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讲 第一点 当你去到一个狗公园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看好 有问题马上走 第二点就是 如果是你的狗 不小心把人家弄伤了 一定要道歉 如果两只狗互咬 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是你的狗 就是把别人咬伤了 你不要找任何借口 不要觉得自己狗 我是天使 哎呀不可能啊 什么 咬了就是咬了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故意 就是牙齿刮到 就是人跟人两个小孩打下 指甲不小心也会扣到扣出血来 这不是自己 有的时候也挺正常的 也不用大惊小怪 但该认错认错道歉 因为如果 别人 report到animal control的话 那不管怎么样 你的狗都会被留下案底 然后再有一两次三次的意外发生的话 你的狗狗可能要被强制 有的时候是强制训练 有的时候是强制 对 如果你的狗不想把人咬的话 我也是建议你找一个专业人士 看一下你的狗是不是有攻击性 还只不过是单纯的意外 如果反过来就是 如果你被咬的话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严不严重 如果只是像shadow 样子刮破了点皮的话 很重要 先问人家 别人的狗 另外那只狗它有没有打宽宣疫苗 如果人家说没有的话 不管你的狗狗有没有打什么预防 就马上带去医院 同时要问这狗狗 有没有买什么保险什么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不用掏钱 如果对方没有保险 然后你又不想自己掏钱的话 你就只能是 打电话给animal control report 这个情况 然后让对方来赔偿 不过虾走这次是确实没什么事 不过大家记得 不管哪怕是刮破点皮 回来之后 我给他上年狗狗用的那种消炎药 我的链接下面有一款消炎药 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shadow 因为这个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 然后现在shadow已经 就基本上完全没死了 就是蹭破了点皮 其实讲实话 有时候狗狗玩疯的 这种情况也是挺正常的 不过还是得怪我自己 就是可能回短信的时候 回了时间太长了 没看好它 不过这个整个事情 是我真的没觉得是什么大事 但是他的狗的男主人实在是 大家千万不要成为那种人 但最后再强调一下 如果你的狗狗被咬出血了 或者是刮破皮了 然后都要问一下对方 有没有打什么预防针 然后及时的消炎消毒 每天三次 并且观察他的伤口 有没有化膿发炎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赶紧带去看医生 因为有的时候狗狗哪怕打 打满了预防针 但是他们的牙齿 其实还是含菌量还相当高的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难免 会出现伤口恶化的问题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大家不用担心shadow 它其实好得很 好 请大家点赞关注总罚 感谢大家 拜拜